女性最最害怕衰老,所以一直努力抗老 有些食物会加速老化,有些却是抗老化食物 多食用可以帮助女性抗老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六种有效的抗衰老食物 先点赞收藏关注哦 这样才能看到我们每天更新的最新变美知识 第一种抗老化食物是海藻 海藻含维他命C和E 能避免皮肤发炎和帮助皮肤抗老 是公认的抗老化食物 每天平均吃5克海藻 可以有效抗老,维持肌肤美 第二种抗衰老食物是鱼 鱼是最佳女性抗老食物 鱼类含有丰富的脂肪Omega-3和虾青素 是超强抗老成分 能阻止紫外线伤害皮肤 避免皮肤老化 鲑鱼、鲑鱼、鲑鱼都是很好的抗老化鱼类 想要延缓皮肤老化或抗老 建议每周吃鱼两次 第三种抗衰老食物是鲁蕙 鲁蕙其实也是可以吃的哦 它是天然女性抗老食物 美容产品都用它做主要抗老化成分 鲁蕙含抗老成分的维他命A和C 能避免皮肤老化 修复女性皮肤斑点 维他命E紧致女性的肌肤 延缓女性皮肤老化 是很好的抗老化食物 第四种抗老化食物是黄豆 研究显示黄豆有抗老化的一黄铜 可以延缓女性皮肤老化 女性朋友想要抗老 可以常吃黄豆、豆腐、喂葱汤这些抗老食物 因为黄豆中的一黄铜可以防止细纹和皱纹的出现 是非常有益健康的抗老化食物 第五种抗老化食物是纳豆 纳豆是发酵食物 发酵食物是很好的抗老化食物 纳豆含抗老化成分 如钙质、卵磷脂、维他命K2类黄铜等 是很好的抗老食物 除了抗老 它还可以预防肥胖 第五种抗衰老食物是绿茶 绿茶可以瘦身和抗老 绿茶含有茶多酚和儿茶素 这些抗老化元素可以吞没自由基 自由基减少才能有效的抗老 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六种有效的抗老食物 除了经常使用这些抗老食物 我们还要养成抗老化的生活习惯 如每天吃早餐 低温少油烹饪和多吃蔬菜少吃肉等 爱美的美眉们 关注点赞和评论 我将单独分享的抗老食谱 动动你的小手指吧